很多人好朋友說 是你們信心不夠 不然為什麼會動搖 韓國瑜要算不算 如果你信心不夠 頭到尾 大家站住 就是你要算 韓國瑜很簡單 我是四年要讓世界看到高雄 四年要讓高雄全世界看到 他跟我說他要做四年 為什麼變成這樣就變成他不算 他說四年要讓高雄全世界看到 對不對 對 就這四年的時間 會讓大家看見 如果要全世界看到高雄 看到我的打拼 再來第二條你這才不對 高雄需要一個真正的國際基調 不是現在的小港基調 這個基調必須要有大型的報道 可以讓報應七數七可以降落 如果這樣全世界的人 可以坐下這個大型的火靈機 來到高雄降落 看到高雄 來高雄出頭 來高雄觀光 是不是這樣說 對 這句你們沒討論 我問你 蓋一個基調 報道到蓋一個國際基調 市長做得夠嗎 做不夠 當然是市長的環節 不是 什麼人的環節 中央總統跟交通部長 行政議長 所以 中央如果像你們這樣 朝鮮不作對的時候 環節民進黨執政 如果我說民進黨繼續執政 未來四年看到的高雄 會繼續流 繼續散 就是直接標準的答案 是他沒說出來而已 我不是替他說 這是我個人的改動不一樣 他跟你說高雄需要一個國際基調 你們不去就變成我自己去 不是這樣 你會好想嗎 你不就要這樣想 這樣就可以鼓勵大家就當喬作會 你不是啊 只看著前半段 人家說謎密就看 關門就看 要看清楚 到底是說怎麼